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选手张雨菲在女子100米蝶泳中夺得铜牌后引发的社交媒体反应 美国选手Tory Husk获得金牌,而世界纪录保持者Gretchen Walsh则夺得银牌 张雨菲被称为中国的蝶后,在三年前的奥运会上获得了银牌 这次比赛后她被看到在颁奖典礼后流泪 张雨菲表示,也许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但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期待下一次与强大对手的竞争 尽管如此,她家乡的粉丝依然支持她,标签UFI Identity Cry,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同时,有关中国运动员进行大量要剪的问题也引发了讨论 奥运跳水冠军高敏在微博上写道 运动员赛前训练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一天内进行七次要剪可能影响了我们中国游泳队的表现 早在本月初,中国游泳队的营养师余亮就抱怨 该队在抵达法国参加奥运会后的十天内进行了近200次要剪 引发了国内社交媒体的愤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奥运会的泳池边 中国游泳名将张宇飞在女子100米蝶泳中获得了铜牌 这一结果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情感波动 来自美国的游泳选手托里赫斯克摘得金牌 而世界纪录保持者格雷琴 沃尔什则获得了银牌 这一幕让许多人回想起三年前的奥运会 那时张宇飞在同一项目中夺得了银牌 这次的铜牌让他在颁奖仪式后流下了泪水 他坦言 也许是我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我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但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 期待下一次能与强大的对手再次较量 尽管结果不如预期 张宇飞的家乡粉丝依然对他表示支持和鼓励 微博上的话题标签宇飞不要哭迅速登上了热搜榜 一位粉丝写道 夺得奥运金牌需要天时 地利与人和 继续加油 宇飞 你是最棒的 这种暖心的支持让人感到温馨 然而 不仅仅是支持声音 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特别是关于中国运动员进行大量要减的问题 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著名奥运跳水健将高敏在微博上发文表示 可能是运动员的赛前训练出了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 一天之内进行七次要减可能对我们的中国游泳队造成了干扰 本月早些时候 中国游泳队的营养师余亮也抱怨说 游泳队在抵达法国参加奥运会后的十天内 已经经历了将近200次要减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后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强烈反应 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愤慨和不解 张雨菲的铜牌事件不仅仅是一场比赛结果的讨论 更涉及到运动员心理压力 训练方式以及国际赛场上的公平性问题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赛场上 运动员们不仅需要面对来自对手的竞争 还要应对来自外界的种种压力和检验 这一切使得每一块奖牌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巴黎奥运的女子100米蝶勇比赛 简直是一场让人心潮澎湃的戏剧 这场比赛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尤其是中国的蝶后张雨菲 虽然她最终仅以56秒21的成绩获得了一枚铜牌 但她的表现和赛后的反应却让人忍不住为她喝彩 就在比赛结束后 星岛日报记者立刻捕捉到了张雨菲那双充满泪水的眼睛 记者问她对这次比赛的感受时 她坦然地说 没有什么不甘心 大家都很努力 但金牌只有一枚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 却道出了多少运动员的心声 张雨菲还特地提到 她为香港队首次夺得金牌感到高兴 这种大肚和胸襟实在令人佩服 世界日报的报道补充了更多细节 这次比赛的主要对手来自美国的简爱 Tory Husk和华尔西 Gretchen Walsh 他们在半决赛中的成绩就已让人惊叹 简爱以55秒38打破了奥运记录 华尔西也游出了56秒00的好成绩 而张雨菲仅以56秒15位列第三 这样的成绩差距让最终决赛的竞争更加激烈 张雨菲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还表达了对自己表现的满意 特别是前半程的速度 他说 这是我的第三届奥运会了 我更希望以享受的心态参加比赛 而不是每届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这样的心态转变或许是他未来继续进步的关键 他甚至畅想过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 依然会是他的大舞台 然而 这场比赛的戏剧性并不仅仅止于张雨菲的铜牌 德国之声的报道揭示了更多角色情感上的波动 德国选手安吉丽娜 科勒 安吉丽娜 澳大利亚选手霍顿 Mac Horton 对孙杨的抗议 张雨菲的铜牌虽然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但他的直率与自信却让人看到了他未来的无限可能 运动场上的成败固然重要 但正如张雨菲所说 享受比赛 享受过程 同样是对运动员来说最宝贵的经验 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 我们或许还能看到这位蝶后再次展翅高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与法国巴黎举行 是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本届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为2024年7月26日至8月11日 共有33个大项 超过300个小项的比赛 这是巴黎纪1900年和1924年之后 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综合性运动会 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200个国家 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张雨菲是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 专长于蝶泳项目 她在过去的国际赛事中表现突出 曾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夺得两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成为中国游泳队的新星 张雨菲以其强大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 在国际游泳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张雨菲在女子100米迭勇比赛中 夺得铜牌 这也是她个人在本届奥运会上的 重要成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这枚铜牌是她在国际大赛中 累积的众多奖牌之一 张雨菲在这次比赛中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她在迭勇项目地 以强大实力展示了她多年的训练成果 和不懈努力 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场馆 设在巴黎的奥林匹克水上中心 这座现代化的场馆 专为奥运会而建 配备了先进的设施 为运动员提供了最佳的比赛条件 游泳比赛一直是奥运会的重头戏之一 吸引了大量观众和媒体关注 张雨菲的铜牌 获得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 也为中国代表团增加了奖牌数量 她的表现激励了更多年轻运动员 对游泳的热爱和投入 成为新一代运动员的榜样 总体来说 张雨菲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同牌成绩 显示了中国在游泳项目的强大竞争力 也为本届奥运会增添了不少亮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让我们为张雨菲的硬拼精神鼓掌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 他依然展现了顽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艺 虽然未能夺精 但他的表现依然值得钦佩 就像古希腊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比赛一样 他们不仅追求胜利 更注重展示个人的勇气和毅力 张雨菲在这方面 可谓无愧于蝶后之称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让我们现实一点 张雨菲虽然技术精湛 但三年的时间 他从银牌跌到铜牌 这不仅仅是运气问题 还是训练和策略上有待提高 你看美国选手Tory Husk和Gretchen Walsh的表现 就是名正 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大幅提升了成绩 这才是真正的进步 谢琪琪啊 你这话就有点刻薄了 运动员的表现有很多不可控因素 尤其是奥运会这种大赛 再说张雨菲面临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挑战 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你知道吗 古罗马决斗士在竞技场上 也常常在心理压力下崩溃 哪怕他们有着最强壮的身体 张雨菲顶住了这么大的压力 还能拿到铜牌已经很了不起了 楚天书 你这是在为他找借口 竞技体育就是残酷的 不能因为心理压力大就降低要求 看看古代希腊奥运会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从来没有人为失败者找借口 更何况 还有诸如兴奋剂检测这样的问题 中国队的频繁检测虽然令人同情 但谁知道 这是不是比赛表现下降的真正原因呢 谢琪琪 你这话可真是敌人有理我无理的典型 平凡的兴奋剂检测 确实会影响运动员的状态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甚至连前奥运冠军高明都指出了这一点 你难道忘了 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提倡的是 公平竞赛和尊重对手吗 平凡的检测显然是在给张宇飞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楚天说 你这番话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借口 要知道奥运会不是给失败者找借口的地方 张宇飞若是真的有能力 哪怕是在不利条件下 也应该能拿到好成绩 美国选手不也面对各种检测吗 他们照样能破纪录 看起来张宇飞需要的是更严格的自我要求 而不是抱怨外界的干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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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